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说要比我想象的要好 因为我对困难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因为我已经跟队员说 包括玉瑶玛桥里 我说做好打2比2的准备 在我的心里 实际上每一个比分都闪现过 3比0 3比1 甚至于是0比1落后 1比2落后 到最后所有的结果都有想过 但是最终的过程应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特别是我们的男双 邱子汉和刘晓龙 应该说是发挥的非常好 那么看男双的时候 也觉得是眼花缭乱 那么像这种 就是打得非常快的这种男双 是不是是一种非常先进的一种打法 对 因为现在这个男性化 包括女队员也是 场上的移动 击球的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小龙和邱子汉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明显大家可以看到 在场上他用他们的速度 和他们那种勇往之前的精神 去战胜对手 那么今天混双上来 这个徐晨就特别有激情 不知道上场之前他向您怎么表的决心 他昨天是以他主动请战 他说给他个机会 他要立功 对 我觉得应该说他做到了 对 我们教练也很信任 因为他竟然是有这么强烈的欲望请战 尽管昨天这个张男赵羽里打得不错 但我们最终还是觉得说应该派他们上场 因为运动员有的时候 他的自信心可能会代表了很多 你无法想象的结果 所以他们的自信尤其是徐晨 我觉得非常值得肯定他 表扬他 然后最终他表现得也非常的完美 那本届苏杯我们中国队 有没有什么别的收获呢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年轻队员的成长 因为陈龙第一次担当了男单的重任 然后李雪瑞 然后王小李 加上邱子汉刘小龙 我相信一个优秀的队伍 年轻队员的成长可能对我们的未来是最大的希望 所以说这次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中国队完成了五连冠而已 我想更值得肯定的 更值得期待的就是这些年轻人通过这样的大赛 然后呢作战成长起来 这才能使中国的羽毛群运动得到很好的发展 这才能展望我们巴西为美好的未来 这一点上我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就是老队员的表现 其实也是可前可点的 尽管最终蔡游富晚风输了两场球 但是我觉得起码他们这种经验精神 起码他们那种对比赛的那种态度 我觉得我们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前面打下的基础 年轻人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提高 对我想这都是一个团队的作用 对 好 祝贺李志导 好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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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